電腦用書,你會發現現在排行榜 我剛剛又看了一下伯克萊的那個 電腦的就是 電腦資訊類的 排行榜,你們可以猜出來前10名 基本上都跟一個關鍵字有關 CharGPT 然後這個好像沒有,但它裡面也有CharGPT 那你看這本沒有對不對,但你點進去也有CharGPT 這本 也是CharGPT 所以這是很妙的一件事 這個跟筆電好像比較,這個跟GBT比較沒有關係,但是 跟它遊戲好像比較有關係,這兩個跟這個AI比較有關係 這一本的話也是有了這個自學聖經 它裡面好像 比較沒有提到CharGPT,不過 因為這個是維園閣工作,這個 作者他們出的書通常蠻暢銷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電玩嘛,這個是也是CharGPT 這個也是CharGPT 然後後面都是AI相關的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好像這種 跟風的風氣 這個 蠻普遍的 未來好像 只要學習喔,跟這個 沒有辦法沾上邊喔 那應該就 好像就會有點落伍的感覺 OK 為什麼會這樣啊,其實也不是太跟風啦 我是覺得真的有用 有用的話才有辦法引起一個浪潮 那另外的話,我每次上課的影片喔,我把它放上去之後,其實我也會看一下數據啦 比如說你們觀看的次數等等的 那我看出來也蠻有一個密 這個密碼的喔,就是說 觀看次數裡面比較高的喔 比如說100多次好了,6天前的100多次 然後呢,裡面好像跟CharGPT的關鍵字 有一點關係的 好像 觀看次數好像也會多一點點 好像 沒有的好像就少一點 好像就跳過跳過 GPT的 好像最多的好像 不過最多好像是參考用數 到底那個VV要怎麼學這件事 好像也比較關心啦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對的方向啦,如果對的方向大家就會比較有興趣啦 這個也是 是無可厚非的喔 好 所以 再來的話呢,我們請各位呢,再來看一下那個 樂透彩中獎機率統計這一題 那首先的話,當然把這議題打開喔,你可以看到其實這一題的需求是這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有三個工作表 那我希望呢,在第三個工作表裡面得到一個結果,就是100年的機率1號是多少 幫我顯示在這邊 那我希望顯示的結果是1萬次出現幾次 的一個 這樣的敘述方式 那所以呢,我希望把 1萬當分母 然後出現的次數當分子 讓我顯示,這樣看比較清楚,1萬次出現幾次 那可是要怎麼算 那當然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101年的資料在這裡 那其實這個資料網路上都抓得到 那你可以從那個官網找,或者是好像一般網頁裡面也有啦 然後呢,這個開箱的規則是這樣 一次會開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理論上是7個號碼 假設我們把它當成7個號碼來看 那7個號碼裡面的話呢 那他的號碼 開的號碼 一定最小是1 最大是42 OK,大概是這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 我想知道說 101年這裡面 1號出現的次數多少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第一個 最簡單的方法當然 你可以用conif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最近使用過conif,或者你在統計類裡面也可以找 統計類裡面的 C開頭的就有conif 這個 然後按確定 那一樣 Range的話就是 101年的那個範圍 然後他的條件就是1啦 因為兩個比較嘛 1號碼 所以你可以向下填滿 全部都算完了 不過Range的話我前面講過 因為他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裡面的一個很大範圍 所以我建議 最好還是先定義名稱 按F3 這樣會 感覺會 比較不會說一大堆的 公式那麼長一串 另外你還要再說 所以這個Range 我們先定義 好那所以我們可能會定義兩個範圍 一個範圍的101年的 這個範圍 那因為呢這個旁邊左邊右邊都有東西所以我們先選一列好了選我們要的這 7個資料 然後按Ctrl 這個範圍 把這個範圍 因為記得喔 7個號碼 包含特別號 然後 總共應該開出來的期數 應該在幾期啊 他好像100期 所以99期 那你看日期他應該是 應該是越來越 顛倒的放吧 他好像 是 到20 12年 等於是說呢 他這個是 2012就是101年 他是尾巴 放在上面 然後 最 舊的這要放下面 那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呢 在這個定義名稱的地方 名稱方塊上面給他一個名稱 那當然呢最簡單方法你就打一個101啦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名稱的部分喔 他不能夠是數字開頭 也就是說開頭的地方不是不能是數字 那哪怕你是在前面加一個 ABCDA也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用數字 你101Enter 他會出現這樣 不是什麼 有沒有有效的 那個範圍有效的名稱 所以喔 我們必須要給一個比如說我在前面加一個開獎好了 開獎101算喔 101Enter 那這個範圍呢他就是叫開獎101 那後面呢也有102所以一樣的方法我們把這個名稱再複製一下 然後呢一樣102部分把它先選橫向一列 7個號碼然後Ctrl-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呢定義成叫開獎102 Enter 那這樣我就可以做統計分析啦 所以conif我剛剛用過我們就是在最近使用過的這個conif 然後range的話就f53 然後就把開獎101的範圍 拿過來 那你去幫我找找看有沒有1號 直接選這個你不要填1啦填1填滿 變成所有都1號不對 這個號碼出現的次數 告訴我一下 那算完 總共17次 可以按確定 也就是說呢在這麼多號碼裡面喔 他出現過17次 那其他號碼的話你就向下填滿就好了因為 我們用的是定義名稱 不是上一個範圍所以不用加錢的符號 那直接點兩下 次數就出現了 但是呢我現在不是要次數啊 不是101年的次數 不是啦 我是機率喔 所以機率必須 在除以他那個剛剛這麼多的 有沒有 這麼多的數字裡面呢 到底有幾個數字 有沒有 全部裡面呢 他出現17次 所以我就再把它除以 後面再除 那那個那麼多的數字裡面到底有幾個數字呢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想到一個叫 算那個那個範圍有多少個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想到一個叫什麼 抗扯 刮幅 對然後 直接就按F3 把那個範圍丟過來 他就幫你算完了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 一期七個嘛 因為好像我記得好像99期 所以 7乘上99的話 那就是693個號碼 所以就是 這邊應該是17除以693 所以我們把後刮幅一下 那特別就是好像之前跟各位講過 抗扯 他就是算那個什麼 算那個範圍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數字的意思 有沒有他這邊抗扯 他指的就是說呢 他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 有沒有所以因為裡面都是數字 得到的結果就693 沒錯啦 確定 然後你會得到這樣的一個 機率 不過這個機率已經到了 0.0245 當然如果你打用百分比也可以啦 就是 百分比符號 那我如果我今天希望讓他變成 1萬次 出現幾次的這樣的敘述的話 那我希望把1萬當分母 然後 他的那個機率 這個當分子的話 那我按右鍵 可以用儲存個格式 那你們其實可以找一下啦 其實如果要分 母 1萬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在分數裡面找 但是呢 分數裡面的話呢 他的分母 最多是多少 他這邊有以二當分母嘛 以 100當分母 但是卻沒有1萬 OK 那怎麼辦 再往下找 沒有就沒有 對 你這個時候很簡單 以後如果遇到 你要的那一個 格式 不存在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先選一個接近的 再制定一下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不就是有 100嗎 那你要被1萬很簡單嗎 補兩個禮物就好了 他就會顯示出 1萬次出現的 245次 OK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就全部有了 那定義名稱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假設他的公式 像102年 跟101年 其實只差 一個字 然後其他都一樣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 這個公式 複製 取消 然後貼到他的公式裡面 只要把定義名稱改過就可以了 有沒有101改102 這樣子的話 蠻快就做完了 那這個格式如果要跟他一樣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 複製格式 把這個格式複製一下 點一下就好了 然後再刷一下 然後再向下填滿 那合計的話呢 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等於什麼 這個 這兩年 這個機率加這個機率 然後一樣向下填滿 這樣OK 那排名的話就跟之前一樣用Rank點EQ 所以 插入函數 這好像用過 排名的話就是他的機率 這兩年的機率 然後呢在這個範圍之內 當然你看看如果你假設要定義名稱也OK 如果不定義名稱你就 選這個範圍 趕出去向下 然後把這個範圍呢記得 加上錢的符號 所以一般習慣是選完就按F4啦 那他會兩都鎖啦 不過我個人習慣是鎖精確一點 其實只要鎖列就好了 所以我會按兩下 兩下F4 然後 鎖列因為我只會向下填滿 我不會向右填滿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他就是第26名 向下填滿 名次呢就很快就做完了 OK 這樣的話呢 馬上可以知道說哪個號碼 出現的機率最高 不過這個資料太舊了 這個應該 比較沒那麼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要更精確應該是把歷年來所有 開獎過的號碼 通通一網打進 那這個資料的話才會比較精確 不過你可能會 需要要做的事還蠻多的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那個 樂透彩後來好像改成叫大樂透了 然後號碼變成1到49 這邊1到42嘛 這邊 他後來改1到49又多 多了7個號碼 然後 開獎的時間好像一個禮拜兩次 網路上一樣可以查得到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可以把那個資料先抓下來 然後一樣做統計分析 你可以知道說 歷年哪一些號碼是排名在比較前面的 那請各位先開啟 範例 叫康義不樂透彩 重獎機率統計 那我剛剛是 把這個公式 這個把它 輸入上 其中特別注意喔 定義名稱這個蠻重要 沒有定義名稱 有定義名稱 其實公式 真的會差蠻多的 清爽 很多很多 而且你可以 按F3 就存取 另外不用管錢的符號了 OK 畫面先 還給各位 先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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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